日本有濃茶跟薄茶兩種 其實日本它有濃茶跟薄茶兩種 我不知道在場的朋友 有參與過日本茶席的 跟薄茶茶席的朋友舉個手 都有齁 你們喝的是薄茶還是濃茶 都有 都有 你再看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一群大男生 然後這個 老的老 中年的中年 然後大家 這叫相濡以沫 因為所有人喝的是同一杯茶 也就是說捧一個 同樣的茶碗 然後 你一口我一口 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要對於 彼此要非常高的信任 那這個部分也是 當時日本的 在茶席裡面 推心致富 你一定要在 真的叫自己人 所以大家軍手下的那些將領 或者是你要驗請的這個賓客 一定要推心致富 才可能供應一碗茶 所以 這種的 這個在日本的茶道裡頭 變成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環節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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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